副总统赖清德28日到台南 视察一家凤梨加工厂 并且出席政府媒合企业 认购国产凤梨记者会 赖清德表示 从去年10月19日开始 台湾外销中国的656匹凤梨 减益100%合格 如今以莫须有的原因 片面暂停凤梨进口 违反国际规范 我们要让中国知道 即便政治压力再大 都压不坏凤梨 同时也没有办法改变 凤梨原有的甜美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 从个人企业公司 到加工业者 然后再加上国际行销 多元行销 我们不仅仅可以解决 眼泉的问题 也可以让农民在 未来的中长期的 生产行销方面 得到一个稳定的帮助 台南市长黄卫哲则表示 解决燃煤之急 除了鼓励全台各界 多多认购凤梨 长远之际要扩大 凤梨加工市场的消费量 并且要和高平地区首长联手 共同行销台湾各地凤梨 透过加工可以更打开 许许多的外销市场 因为就没有生鲜的这个问题 我们昨天已经跟高雄市 陈市长跟屏东 还有加油工县县长还有加油工县长 我们一起协力 本来有些各自掌握的外销通路 也都可以因为将彼此互相支援帮忙 毕竟台湾是一体的 赖清德进一步表示 根据估算台湾凤梨消往中国 一年约4.2万公噸 大约有三千万颗凤梨 只要一个人多吃一两颗凤梨 就可以帮助农民度过这次危机 政府也将鼓励食品加工业者提高生产品质 达到国际上多元行销的目的 将危机化为转机 能够实质上长期对农民产生注意 新唐人雅海电视史经望 林佩云台湾台南报道